大家好欢迎观看这一系列的新手入门必修后期系列 主要是针对人像后期给大家做一些讲解 在这一系列里面呢我主要会讲解以下内容 首先我们从曲线切入 因为我个人觉得曲线真的是非常好用 非常有效的一个工具 而往往被大家忽略 很多人就是套了一个S曲线 或者做了一个胶片曲线 就觉得了事了 但实际上曲线的功能是非常大的 它可以说是我自己做后期的一个主力工具 这里我也会详细给大家进行一定的讲解 也希望能够有很大的帮助 在后面的呢我会再深入的去讲这个蒙版 以及用选区结合蒙版结合曲线来做更精致的调节 也是我自己修图的一些主要的套路 然后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工具 就是色相饱和度这个工具 不管是对于新人来说 还是对于老麻雀来说都是非常好用的一个东西 因为它可以大幅度的调节画面中的任何一种颜色 当然也要看自己的使用方式 所以我在第四课会给大家讲这个内容 在第五课呢 会用到一个很多人可能永远一辈子都不会去碰的一个功能 就是照片滤镜 很多人会觉得照片滤镜在photoshop里面显得很low 因为photoshop有大量的超强的功能 但是照片滤镜可能会让你的照片看起来像美图秀秀 劈出来的东西 所以很多人会忽略这个功能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非常的简单粗暴 但是极端有效 所以我将会在第五课给大家讲 这关于照片滤镜的一些比较高级点的用法 当然不能说比较高级了 比较实用的一些调测方式 那么最后一节课呢 我会给大家谈一谈调测思路怎么去找 当然这个调测思路没有固定的一个东西 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案例来讲不同的方式 当然最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看完这套课程以后 通过自己的摸索 找到属于自己的调测思路 可以说第六课应该算是一个启发型的课程吧 那么话不多说 就让我们进入我们第一堂课万能的曲线 那么让我们打开photo shop 在讲曲线之前 我们必须明白一个最基本的理论 就是关于色彩的理论 因为曲线不仅仅是调明度 不仅仅是调亮暗 它对色彩也有很大的影响 且不说明度的变化 对色彩会有一定的影响 它本身也存在RGB三个曲线 这三个曲线也可以调很多不同的颜色 这个圈我们刚才叫色轮色环Color Wheel 随便你怎么说 它就是一个圈上面有包含了所有的色相 色相什么意思呢 就是颜色的意思 然后实际上我们的photoshop里面有一个功能 它实际上就是显示这个圈 但只是只不过它用一个条显示出来的 用这一个色条显示出来的 你把实测器打开 然后摁住不动 你可以发现我在我的鼠标在这个色环上面转动的时候 色条也随着在移动 可以看到这个效果吧 实际上这个色条就是把这个色环从红色的地方切开 然后扯成一个条 而它的这个 它会把红色定为零度 相应的 青色就180度 它相应的一个颜色 然后关于这个色环有个什么样的理论呢 有个什么样最基本的理论 是需要结合我们这个曲线去讲的 就是互补色的一个概念 互补色是色环上相对应的两个颜色 比如说红色相对应的是青色 不妨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现在我有两个颜色 红色和青色 这个东西是怎么弄出来的呢 就比如说我先做一个红色 然后建一个Ctrl加J复制一下 复制一个图层 Ctrl加T把它拉到一边 勾一下 然后Ctrl加I 把它反转一下 反转其实上就是反转了颜色 那么现在这两颜色就是互补色 我们拿出实色器来看一下 左边的红色纯红 它是零度 它的色相是零度 而这个纯青色 它的色相是80度 而下面几个 我简单的也说一下吧 S代表saturation 是这个饱和度的意思 B is brightness 明度的意思 就是颜色的这个颜色的亮度 现在这个 Saturation和Brightness都是百分之百 然后Hue是它的色相 就是颜色 它按照在色环上的一个度数来给它 给它定位 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些东西 然后如果这两个颜色 把它混合到一起的话 比如说我现在把它的不透明度降到50% 然后把它拖动到这个红色的上面 你可以看到 中间变灰了 对不对 中间是没有任何颜色 我们拿出实色器来检验一下 可以看到 目前的 Saturation是1% 就是它的饱和度 是1% 1% 可以说差不多就是接近于0吧 就几乎没有饱和度了 那么我们至少可以从这个实验可以得知 如果是色环上相对硬的两个颜色 相对面的两个颜色 把它混合到一起 按照1比1的比例 混合到一起的时候 它会互相抵消这个颜色 好 那么这就涉及到曲线的一个问题了 就把拖开 我现在建立一个曲线 我们现在新建一个曲线 来看一下 它如果选中RGB的下来菜单的话 可以看到红色绿色和蓝色 这就意味着你可以去改变这三种 这三个基本颜色的一些特征 可以往里面添加颜色 或者减少颜色 比方说我现在选择红色的曲线 然后我往里面加红色 把它往上拉 就是加红色 大家要记住这个概念 这个跟 比方说我们使用照片滤镜 照片滤镜这个东西 是直接往里面加某一种颜色的 对吧 它直接覆盖在上面 这个滤镜是覆盖在上面的 但是曲线呢 你应该把它理解为 它加的是一种光 往里面加了红光 因为它不像色相饱和度 或者是这个科学颜色 你不能去调那些 它原本画面中没有的颜色 如果你要调 比如说我这个画面里 有红色有青色 但是没有黄色 对不对 那如果我用色相饱和度来调黄色的话 怎么调都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因为它里面没有黄色 但是曲线不一样 曲线可以把原本没有的颜色 加到画面里面去 比如说现在 这里红色就是红色 宝和度百分之百 所以我往上面提它没有任何变化 但你看青色不见了 对不对 因为青色被这个红色曲线给抵消掉了 而且因为把红色曲线往上提的同时 咱们理解为往里面用红色的光照亮这个画面 用红色的光照进去 所以把它照亮了 它就白了 但相应的 如果我把红色降低的话 你会看到 红色变黑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往红色里面加青色以后 红色会被抵消掉 但同时我等于是降低了明度 降低了整个画面的亮度 因为我把曲线往下面拉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曲线 和我们刚才讲的理论 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我们先打开一张图片 然后打开曲线 建立一个曲线图层 如果我来调红色的话 比如说往里面加红色 你会发现画面变红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要理解为 提亮红色的曲线 是往里面加入了红色的光 而相应的 我把红色往下拉 整个画面就变轻了 有地方变绿了 有地方变轻了 对不对 因为红色相对应的颜色是青色 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 所以往下拉的时候呢 它就拉的是红色的护骨色 是增加了原本的 红色的护骨色 就是青色 而同时会降低明度 而且是一个线性的变化 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曲线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它的变化都非常线性 那同样的 我可以往里面加绿色 对吧 也可以往里面加洋红 但是同时降低明度 我还可以往里面加蓝色 或者减少蓝色 相应的就增加黄色 那么这个相对应的颜色 怎么去记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 作为每一个摄影师 都必须把它背下来 而背下来的东西 我们在这里可以找到 色彩平衡 这个工具其实我用的很少 因为它的 它的这个 三个区 阴影 中间调高光 我觉得它的范围有点 不够精确 应该这么说 是个好工具 但是范围不够精确 不太适合我这种调图 调色强迫症的人使用 这里可以看得到 红色对应青色 绿色对应洋红 蓝色对应黄色 我往这个 比如说我往中间调里面 选高光吧 往高光里面加红色 可以看到 画面中青色会越来越少 减红色就是加青色 画面中的高光区域 它的青色会越来越多 红色会越来越少 就这样一个道理 通理 通理 好就不重复了 这个东西 大家一定要背下来 这样我们才可以 最基本的去调这个曲线 好 那么曲线除了调颜色以外 它其实最主要的功能 还有一个就是RGB 当把这三个颜色 加在一起的时候 是棉色呢 就是明度 就是亮度 我马上提 可以增加亮度 往下压可以减少亮度 而同时我们也可以调出各种各样的形状的曲线 只要你喜欢 比如说最典型的胶片味 胶片味就是要把这个尾巴给翘起来 这样看起来好像就有就有一股浓浓的胶片感 这个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我并不认为胶片就一定是灰色的暗部了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这样调节可以增加一些视觉上的宽容度的感觉 如果大家看过以前的后期教程的话 可以发现我很喜欢用这样一个曲线 头压一点 尾巴提一点 然后中间一个小小的S 这样可以增加对比度 同时保证视觉上的宽容度的感觉 那么 其实我们在调节曲线的时候 尤其调节明度这一块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就是这个小手 看到没有 小手上面有两个上下的箭头 如果你点击这个箭头的话 你可以去调节任何一个位置照片的明度 就比方说 你看到这个曲线在这 但是你要想着 我现在要调 我现在要改变建筑物这里的这个区域的对比度 那么建筑物区域在 你应该把这个点定在哪里呢 但是有了这个小手以后 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我们点击这个小手 把它移动到比如说建筑物的暗部 我现在想把暗部稍微的压暗一点 就选玻璃这一块 这一块不较暗 然后点一下会发现 出现了一个坐标 那么接下来 我就可以调节这个坐标 因为这个坐标实际上 就是刚才我选择的明度区域的坐标 但同时我有更简单的方法 如果我摁住鼠标不动 上下拖动的话 这个坐标自然而然会随着我的这个调节 改变曲线 好我现在需要把它压暗一点点 那么相应的 我需要让建筑物稍微亮点的区域 再亮一点 我们就等这里吧 你还有建立的 自动建立一个新的坐标 然后这个曲线主要就是影响了这个建筑物 但是它不可能不影响其他区域 因为你没有你没有单独把建筑物选出来 它只要调节了曲线 你看这些地方全部都发生了变化 因为它是线性的变化 线性的变化的话 看着就很舒服 当然我现在也可以再调节天空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天空这一块云太亮了 我可以把它稍微压暗一点点 你看这是一块纯白区域 我把它压暗的时候 它就直接选择了最右端的一个区域 然后有些灰色的地方 我也想再压暗一点 好这是天空 然后天空其实还可以再做一些调整 比如说这一块区域 我让它按暗点的话 它的蓝天会效果会更好 但是有没有发现我调好了天空 现在天空特别漂亮 对不对 但水面就很脏了 这其实是曲线的一个小小的局限性 因为它要调就会影响整个照片 它这个曲线实际上是覆盖了照片所有区域的明度 解决办法得等到第三课 我们讲蒙版这个概念的时候就其实很好解决 其实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但是我们在这节课呢 还是不要一开始就把它调的太过分 这样的话影响这个底下的这个水面的质感 稍微这样再进行一下调节 看水面的位置在哪里 水面的暗部在这里 水面如果完全没有暗部的话 非常的糟糕 好这是水面的暗部 好那么我们调出来这样一个曲线 有点重口味给我的感觉 适度的把它平衡一下 然后可以看到跟之前对比一下 是不是感觉对比度强了很多 当然水面有一些高光细节被破坏掉了 这是一个调节方法 当然真正调的时候 咱们不要完全就依赖一根曲线 去解决所有的问题 我说曲线非常好用 但一般我会用很多很多曲线 用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去辅助这个曲线 然后才能得到一个很好的图 不要太依赖这个工具 但是我们离不开这个工具 也千万不要忽视它 好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曲线 还有一个很重要功能 那就是白平衡 当然白平衡你可以在lightroom里面 或者在camera roll里面 用那个吸管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曲线 在调白平衡的时候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利器 那么曲线怎么调白平衡呢 在调解白平衡之前 我们必须明白白平衡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 现在在我们讲这个曲线调白平衡之前 白平衡实际上就是把一张照片原本是白的地方变成白色 黑的地方变成黑色 灰的地方变成灰色 那么这个照片其他的颜色就应该理论上来说就正确了 一般影响白平衡的因素 也是因为照片的相机的色温设置不对 或者是环境中有某一些带有颜色的光 渲染整个环境的颜色氛围 所以也会导致白平衡的这个偏移 所以我们只要把原本是白色的东西 黑色的东西和灰色的东西 恢复它原本的颜色 那么这个照片中其他颜色理论上也就应该恢复正确了 所以它这有三个吸管 白色吸管 中间灰色吸管 吸管和这个上面的这个黑色吸管 但我们在实际上在调的时候 我们现在找到白色灰色和黑色的区域 不过顺便注意了 这黑白灰它不能算颜色 应该算是明度 那么找白色区域 这里有一个很好用的工具 就是按住alt键 然后点击这个滑块往左边拨弄一下 你会发现 好像有照片中有的地方亮的起来 亮的起来的区域 实际上就是照片中最亮的区域 但是其实我们在用吸管点击最亮区域的时候 这并不是个非常好的想法 因为最亮的区域 它可能原本不包含任何颜色信息 它是过曝的 过曝就是纯白 纯白没有颜色 已经是纯白了 你再去点它 它还是变成纯白 对不对 就没任何意义了 那么我们需要点击稍微灰一点的地方 就不是那么纯白的地方 比如说假设现在这里 这个区域是纯白的 我再往这边拉一点 你可以看到云层旁边 它应该不是纯白的 还有建筑物 我现在看到 我现在看到这块区域 建筑物这个顶上 它应该不是纯白的 所以我觉得用白色的吸管 点击这里应该是有效的 但是在点击之前 我们要注意一下 双击一下吸管 然后我现在要把这个 brightness改为 95%左右 你可以高点 可以低一点 但是不要太高 如果现在是100%的话 比如说现在是100%的话 它就会把这一块区域 直接变成纯白区域 整个照片就会亮太多 很多你看高光细节都不见了 虽然因为这块区域 它原本不是纯白区域 所以你要感觉一下 这块区域 它大概比纯白低多少呢 我这里估计比纯白低个 95% 它也很接近纯白了 我们试一下 走 你看画面中 大多数区域的 亮度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 但是我们的曲线 发生了变化 红色减少了 绿色减少 蓝色增加了一点 这个高光区域稍微平衡了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把这个阴影区域 找到 那么阴影区域是点 按住alt键点击左边的滑块 往右边拖一点点 会发现好像歌剧院的阴影部分 是最黑的最暗的 同样我们要稍微调节一下 这个brightness这个明度 我觉得我看它这个黑度 不是黑度 这个亮度感觉很暗 接近纯黑了 所以我这个比brightness 亮度应该改低一点 我们就改4吧 试一下 点击完白色和黑色吸管之后 我们就需要用灰色吸管 中间吸管 那么我们就得找到照片中 原本是灰色的区域了 这就是一个让人感到很头疼的问题了 你说云它是灰色的吗 它可能是灰色的 但是你不能不考虑天空中原本的一些 折射的光改变它原本的颜色 那么如果是你的照片中有建筑物的话 有些地方你是可以确定它是灰色的 比如说马路 比如说某些建筑物的外墙 它应该是灰色的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就要找一下 我们觉得哪些地方 它应该是百分之百是灰色的 为什么我不用歌剧院的外墙 因为它的真实颜色是发黄的 它不是一个纯白的 不是一个纯白建筑物 我印象中这个建筑物应该是纯白的 然后在阴影中的时候 它应该是灰色 所以我们点击一下它 可以发现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是之前这是之后 可以说做了这个白平衡之后 它的效果好了很多 但当然中间区域 这个灰色的白平衡的这个吸管 不一定是非要 点你觉得它应该是灰色的 区域的那个点 也可以去点其他的地方 就有时候会造出造成一些 很意外的效果 你看这点出来就有很多 很意外的效果 但是这张图呢 我们还是先把这个白平衡调好来 很明显点这个建筑物的暗部区 会带来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 可以看到之前是偏色之后 看起来舒服一些 但是我觉得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完美 那么在人像上面 怎么去使用这个白平衡的功能呢 以及曲线的一些功能呢 我们把这个关掉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偏色的图 我原片导进来 并没有做任何的颜色调整 那么很明显可以看到人物发黄 到处都发黄 因为冰箱里的灯 它原本就是黄色的 为了模拟冰箱的灯的黄色 我实际上往里面塞的 也是一个黄色的灯 但是现在为了给大家做这个 把冰箱的实验 我们来想方设法去调节一下这张图的白平衡 把一张颜色很丰富 然后偏色也很严重的图 把它调得让我们看起来舒服一些 那就意味着我要把原本的黄光变成白光 对不对 那么怎么去变呢 还是老规矩 我们来试一下白色区域 当然我们要找到白色区域 还挺多的 水亮的区域 当然不能找花上面 因为花不是白色 它原本不是颜色 而这个冰箱的墙壁 它应该是白色的 所以我白色区域点这里 但是会发现好像过曝了 对吧 还能过曝了 这是因为我刚才选的 根据刚才建筑物上选的房顶 这个brightness有点太高了 而相应的电冰箱里的敏度稍微低一些 所以我们给它90 试一下 让我们点最亮的区域走你 好 现在你看到不像刚才那样过曝的非常严重 它往里面加入了很多蓝色 然后接下来我们找最黑的区域 找一下头发 头发 头发看起来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因为头发不是纯黑 可以看到我们需要往右边拉动一点点 才能看到头发 我们就 但是因为大帅的头发 它原本不是纯黑 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找到其他区域来作为参照 这种头发的影子吧 这里没有没有受到光的渲染 试一下 很显然 因为我头发的亮度比刚才那张图亮度低很多 所以我现在又要改变一下黑色吸管的亮度 我们要把它改为2% 因为这个地方比刚才那张图的亮度要低一些 现在这样的话就保持了原本的一个基本的亮度变化 不要让亮度变化变得太大 接下来一个就是很让人头疼的灰色区域了 灰色区域的话 很显然 我觉得冰箱的墙壁 sorry 冰箱的边缘是一定是白色的 如果没有强光罩着的话 那么我可以把理解为灰色 衣服不是很好做决定 因为谁知道这衣服原本是什么颜色呢 比如说你忘了 如果你确定这衣服是白色的话 也可以拿衣服作为参照 但是我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冰箱是一定是白色的 那么白色没被光源照的过曝 那它就是灰色对不对 但是现在有两个问题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 光源是黄色的 光源照到冰箱的内壁上的时候 它呈现出了黄色橙色感觉 而外壁是没有被黄色的灯光照亮的 它可能外壁的亮度是被衣服的反射 或者其他房间的环境光给照亮的 那么它的色相和内部是绝对是完全不一样的 也就是意味着你现在就要做一个决定了 你是想让这张照片的白平衡和外部自然光统一 还是和还是让这个内部的这个冰箱灯的自然灯的灯光变成 标准的白平衡的光呢 白光呢 我们先来试一下内部 可以看到非常可怕的效果 这是为什么我刚才说面临的一个选择 很显然这条路行不通 因为当你点击黄色区域的时候 它把黄色变白了 把黄色变灰了 然后整个地方 整个照片都变得非常蓝 非常可怕 我们试一下外部 尤其是有反光的区域 这样黄色会稍微反射一点到外部这个边缘 然后也不会那么强烈 不像里面这样强烈 里面太可怕了 美兔色的即时感 看到我们点了以后 发现蓝色的曲线又往上提了一点 红色又往下压了一点 青色多了一些嘛 那么可以说从之前到之后 白平衡就变得好看了很多 当然在调节完这一步以后呢 我们可以稍微拿吸管检验一下 皮肤的颜色是不是很好看了 是一个很标准的红色 然后之前呢 它的饱和度有点过高 有点偏黄 之后会好一些 稍微好一些 皮肤的色调会好一些 那么接下来白平衡差不多了之后 我们来试一下用曲线 来调节这张照片的氛围 比方说你看这个黑色 哎呀我觉得真的太黑了 我再把它提起来一点 黑色太黑了 暗部有点让人看不过去 提这个曲 就我们刚才小手的工具 把它变灰一点点 然后呢什么地方我需要压暗呢 衣服有点太亮了 衣服这一块 尤其是暗部 需要把它压暗一点点 好衣服压暗一点点 那什么需要提亮呢 脸部也太暗了 对不对 脸亮一点 好脸亮一点 大家相应的 在这个脸部明度区域的花 它也亮起来了 对吧 那有没有地方太亮了的 比如说这块地方过爆了 我都觉得 亮的惨白惨白 虽然从曲线上来看 好像没有完全过爆 但是从视觉上来感受的话 我觉得 这个还是有点 有一种过爆的感觉 所以把它稍微往下压一点 稍微压一点点 千万不要过度 你看过度了以后 就会发现很奇怪的反转的效果 然后眼睛这一块 脸部这一块 我还需要把它再提亮一点 我们就用到刚才的曲线 然后脸部的阴影稍微提一点 这块区域稍微提一点 那么在调过这个曲线之后 整个照片 它的氛围就稍微比之前好 那么一丢丢 因为它对比度增加了 然后高光和阴影的 过爆的感觉 或者千爆的感觉 也被稍微抵消了一点点 当然你可以手动的 再去加一些其他的点 或者调节 刚才你找到的定位点 这样稍微调节一下 我觉得这种感觉 就比刚才好了很多 当然不满意 你随时可以再往上面加曲线 随时可以继续往上叠 随时也可以自由发挥 自由发挥的时候 你可以参照一下下面这个 直方图 这直方图会显示照片中 它的这个亮度分布 比方说这个照片 就大部分区域都是属于暗部 我们来随心所欲的试一下 这个效果 觉得对比度不需要再增加了 但是整体的亮度 我想增加一点 然后这会引起一些过爆 那么我们再把亮部 稍微压下去一点 把这个过爆稍微弄掉一些 虽然它会损失高光细节 但是从视觉上来看 它好像过爆的感觉会弱一些 那么加了这个曲线以后 它的整体的清新的感觉 稍微好一些 脸部也不会显得那么黄 因为亮度增加了 不过在改变曲线的同时 你其实也会改变颜色 因为有的颜色 你增加亮度以后 它的饱和度会降低 相应的你降低 这个把曲线往下拉的时候 它会饱和度会增加 所以这个时候 你把它调成明度 把混合模式 两个混合明 混合明是 两个混合模式 全部改为明度 你会发现 它的曲线就不会影响色彩 但是这样真的好吗 我觉得这不是百分之百 都是可以可取的 你比如说上面这个 我觉得调成正常会好一些 这个必须根据不同图片来做尝试 而下面一个 如果你把它调成正常的话 它的有的地方 饱和度会特别的强 因为有些地方的对比度 被压榨了一下 所以我觉得这个曲线 把它变为明度 它会让整个照片的 饱和度稍微再平衡一些 加上这个曲线 调节了调节了这个亮度 线性的调节了亮度 然后压了一些高光 它就看起来很舒服的 一个饱和度的状态 当然不是说饱和度越低越好 也不是说饱和度越强越好 一定要找到一个适中的状态 一定要找到一个适合 这张照片的一种状态 那么根据我们刚才讲的东西 就把这张图片 从一张发黄的偏暗的照片 调成了一个白平衡稍微好一些 而同时也是清晰明亮一些的照片 但是并不意味着所有照片 你都必须把它在白平衡调好 就比方说这组照片 我就觉得黄一点好看 我降低一点 照片的这个 一开始的白平衡这个曲线 我就觉得黄一点好看 因为冰箱灯 它原本就是黄色 只有黄 它才合理 对不对 如果我把 我现在把它变成蓝色 那么谁家冰箱灯发蓝光 多可怕 那是曲纹冰箱吧 蚊子能跑进冰箱 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觉得把这个 稍微降一点 稍微降点白平衡曲线 让它整体偏黄点会好看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案例 来说明这个问题 就像这张图 这张图我可以把它调成白平衡 我们现在建立一个曲线 按照刚才的方式 我就快速的 快速的演示一遍 太低了 因为这里的过曝还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我待会要 我待会想选地面 不是想选97 量度比较大 我们选地面 地面的区域这里 选择过曝了 就没有任何影响 咱们不能选择过曝的区域 找一个介于 过曝和没过曝之间的 这个区域差不多 然后暗部 还是选地面 这个暗部的参数也得调一下 因为它有点太暗了 然后中间区毫无语言选地面 因为地面是水泥地 然后选择被光照亮的地面 这样的话调节会更好 更精确 好白平衡调完了以后 整个照片变得灰不溜秋的 就不管你怎么合理化的去调 这样照片 你都会觉得 这样照片 它就是没有原本 有颜色 有偏色的这个照片的氛围好 因为有的时候 情绪是需要靠颜色来渲染的 这张照片中的颜色渲染越强烈 那么它的情绪感会越强 当然前提是 你的照片的 比如说人物的动作 场景 还有道具之类的 要跟这个情绪相符合 然后你才能够用 相适应的这个颜色 去给它进一步的去进行渲染 你比方说这张照片 如果你给它弄一个黄色 黄色的感觉出来 比如说我们曲线 我们把这个红色增加一点 加点红光 加点蓝光 然后就加点黄 如果它黄黄的话 你说它不好看吧 从某种角度来说 可能有的人也会喜欢这种感觉 但是我个人觉得 不是这张片子的情绪 不是这种火热的情绪 还是需要它蓝一些 蓝一些 轻一些会更好看一些 好了 那么在我们这节课里 我们学到了用曲线 调节白平衡 以及曲线调节画面 颜色和名 对一些原理 还有一些很好用的 曲线上的工具 包括小手 那个工具可以调节 不同区域的 明度 也就是给不同区域 加定位点 然后再进一步的用曲线 调节明度 应该是这么说 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用好曲线 曲线它怎么说呢 总而言之 我觉得它是一个 非常暴力的工具 它是直接往里面加光 加入一种 有颜色的光 或者减少 减少这种光 加入相对应的颜色 我觉得是很暴力的工具 它可以给画面带来 非常大的变化 这也就意味着你在每条一步的时候 都得非常小心 不能够调过度了 调过度了 其实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有的时候它会变得 整张图都特别蓝 整张图都特别黄 这不是我们想象的效果 一定要适度 一定要尊重照片原本的 这种色彩的感觉 好了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第一课的内容 希望有所收获 咱们下一节课再见